烧烫商患者每一个人将来都至少需要两件的谈礼衣 用来防止疤痕增生 也让复健能够进行的更顺利 那么花莲慈基医院早在民国89年 就曾经派专人到阳光基金会学习如何制作谈礼衣 就是希望能够服务花东地区的烧烫商患者 让他们在花莲慈基医院可以住院 可以复健也可以制作谈礼衣 省去了到台北试穿衣服的周车劳顿 住在花莲的刘先生 四年前因为工作意外 造成全身47%烧烫商住进花莲慈基医院 医疗团队除了伤口照护 也帮他制作谈礼衣 帮助很大 等于是说八痕他不会乱窜那些 八痕增生的话 八痕没有成熟的话 他有三个特性 一个就是又红又凸又硬 那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给他一个压力的话 如果说今天这个八成熟的话 也是有三个特性 是怎样呢 又白 又平 然后又软 花莲慈基医院是全台唯一 可以制作谈礼衣的医疗院所 民国89年为了照顾烧烫商患者 花莲慈院的附建师 特地到阳光基金会学习 并将技术带回院内省去伤患 周车劳顿的时间 对伤患的话就比较有帮助 不会说要跑那么老远 因为要去做复健这样 比较没有那么方便性 我们大概就是五公分的地方 就会量尺 量完了以后我们会去算压力 压力算好了以后 才开始真正的要打扮 从住院复健到谈礼衣制作 一贯的医疗服务不但省时 也加速伤口复原机会 近十年来 花莲慈院就制作将近800件谈礼衣 复健师化身裁缝师 每一件谈礼衣都是量身定做 每一个小细节也都要考量 对伤口的影响 拿出压力电片测试 这也是全台唯一的谈礼衣检测仪 专业的医疗服务 为花东乡亲创造最好的医疗品质 那正常的标准值是在 25号我们没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亮灯停在哪里 大约新闻 陈欣宇 邓明仪 华联报导